民眾開高速公路 經過陸科附近路段 遠方30公尺高空上 高壓電纜線 出現一個個小黑點 遠看就像是電線桿上的小鳥 靠近點發現 小黑點原來是一個個吊籠 裡面搭乘著維修人員 進行高壓電纜線維修工程 這種吊籠有個專有名詞 叫做皺成車 台電維修人員身上綁安全繩 手抓纜線 利用人力滑行方式慢慢前進 就像蜘蛛人一樣 感覺很驚訝 一般正常都是在電線桿上面 這個一定是非常辛苦的 尤其像這種烈热之下的話 給他們早成鼓勵 台電人員在動輒十幾二十層 高維修高壓電纜線 網友說就像是高空五線譜 鋼鐵人表演 根本就是人肉電纜車 比遊樂園還要刺激 早線使用到一定連線 一定要更換 高壓電纜導線時間到就要更換 確保供電穩定又正常 只是再看看 維修人員搭皺成車 近視公尺高空作業 雖然都有安全措施 依舊讓人看得也把冷汗 記者來觀賞 王書宏台南高雄報導 來大家科普一下 水神跟病毒呢 還有細菌在打架的時候 會變成什麼變成水 沒有殘留任何的污染性 那一天使用個百字千次 其實也不會傷到你的皮膚 那家裡有小孩的孕婦的 都可以很適用 哪裡買得到水神生成機 請上快點GO 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就會有折扣喔 好